科技日新月异,中医技术也赶上潮流 本地一家起步公司就发明了一款能够针对损伤和肌肉问题进行推拿的机器人 希望能够缓解中医师人手短缺的问题 这个名为小马的机器人 配有传感器,能够测出肌肉或肌垫的僵硬程度 并使用学位疗法进行推拿 它的手臂能够有效地效法手掌或手肘推拿的动作 校尖的部分则能够效法手指 推拿机器人由南洋理工大学培育计划下的一家起步公司研发而成 研发小马的中医师希望机器人能够缓解人手短缺的问题 同时统一服务质量 我们希望这套中医推拿系统能够在医师的指导下 帮助更多的人提供更加可负担的价格 让更多的人接受到比较有效又舒适又便宜的治疗 中医师会先给患者进行诊断 过后再设置推拿的位置手法和力度等等 小马已为国家篮球队成员提供推拿服务 研发人员希望接下来能够进一步研发出更小更灵活的第二代小马 以及采用能发热的触盘以更好的模拟人手